能愿所愿的 我们要发愿的 能发愿是自己 是自己的心 一定要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应 所以进宗学会 当年在美国成立的时候 我写了一张 写了一篇元旗 提出修学的纲领 纲领里面五个括目 第一个括目 《观无量寿经》里面的 经业三辅 这是尽宗 最高的指导原则 是我们修学所依靠的 第一个依靠的 重要啊 只有三条 第一条 孝阳父母 奉仕四长 慈心不杀 修士山野 我就把这一条 落实在 如是道的三个根 孝亲尊师 怎么做法 弟子规落实了 就做到了 从这里下属 慈心不杀 这里都讲英国的教育 落实在太上赶音品 就行了 后退一句 世山野道解 修士山野 如是道三个根 也不是随便说的 有根句 这一条 人天法 你能把这一条做到了 你决定不读三个道 第二条 小陈法 这才入佛门 头一条 没入佛门 世间法了 第二条 入佛门 有三句 受持三规 居足 中介 不凡为宜 那我们从哪里做起呢 从沙弥律里做起 幕后一条是大臣 法菩提心 身心 因果 这个因果 就是指 念佛 臣佛 念佛是因 臣佛是苦 身心 不宜 不是指别的 别的因果 读送大臣 劝尽心 后头这一句 是教你 你要帮助别人 你自己修好了 要帮助别人 自行 化他 所以 散佛总共是一句 前面十句是私利 成就自己的 最后一句 是利他 你要帮助别人 这大臣叫 佛在后面讲得很好 这三条 是三世祝福 那换句话 所有修行 成佛的人 暂时过去 现在 未来 都要 依这个三条 这个三条是 总纲 灵 总原则 静一 真音 修 绝阵 进的真音 我们是以这个为基础 第二个 六 余人不能 红目相处 不可能我生 那就是六合戬 第三个科目 三续 接定会三续 第四个科目 六度 第五个科目 普贤 菩萨 十大愿望 就是五个科目 尽忠同学 必须要学习的 科目不能太杂 不能太多 杂了记不住 功夫就不得理 越少 越好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厨师在人间 先行 不违背 这五颗 这是真正的 敬业 行人 业行念佛 求生 没有一个不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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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